大家好,我是胡福奇盛 我应该已经有很多天没有给大家做节目了 那么呢,确实因为我自己出了一点状况啊 精神上非常的不好 我想我做十几年的节目以来 应该各位从来没有感受到我现在 这么疲倦的声音 其实我今天呢,就几个小时以前 我已经算是做完最后一天的 就是上一个工作了 我已经结束他的工作 那我应该是准备放20天的长假 然后再回到下一个公司去的 那我本来的一些规划呢 其实在离开这一家公司之后的规划呢 发生一些变数 那确实这个变化对我来讲 有点始料未及了 就是说我们可能预计的计划呢 发生一些变故 那这个冲击对我来讲 稍微的大了一点啊 那么呢,我也不好说了啊 就个人的 就是还是又扯到我一些 个人的隐私的部分 但是我就是很 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比较疲倦 甚至是 我觉得我的主心骨 我还在那边抽掉 抽掉了一样的感觉啊 我今天呢 我就崩溃到什么程度呢 我去办理离职的一些手续的时候呢 这个人知的H&R的拿了一个资料 叫我填写 上面有四个空白 那我拿过来之后呢 我四个空白就全部写我的名字上去了 结果发现我写错了啊 因为上面只有两个地方是写我的名字了啊 另外两个地方要写我的身份证号码 跟我的手机电话 但是我根本就没有看 我就看到空白 我就写我的名字上去了 可见呢 我已经是 整个人已经是 根本就是脑袋都没在动了啊 就已经行尸走肉一样的 的一个状态啊 因为我确实是 有一些坎 我现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 暂时还跨不过去啊 当然今天 我昨天有在发了一些 稍微赶上一点的文字动态 那有朋友已经私信留言跟我说 我的声音曾经陪伴他 走过很多的低潮 那希望我也能够一样走出来 但是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事情就不是这个事情啊 所以我觉得 我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让我走出来 我现在已经到了一种 就是这个 这个变形金刚这个东西啊 我明明已经是架青 做到架青就熟的东西 我居然 我现在拿起玩具 我也没有办法在镜头前面 对大家讲 讲这个玩具的开箱 我完全是陷入一种 好像武功全部被废掉的状态啊 我这次确实情绪上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 我是有想过说 需不需要把这么负面的感受传递出来 因为毕竟我还是觉得 我们塑造的个人形象还是要比较正面一点 但是这一次我确实感觉到是真的是满意外 心灵 心灵上的冲击太大了 让我现在整个人是 就有点 反正就是一个 就是半死不活的状态 那或许过几天就会好了 因为我后面几天就会安排一些其他的行程 我会接触到新的人事物 可能 可能感觉又都会不太一样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几天 可能我还没有那个能力去给大家做开箱影片 那哔哔哔哔的朋友 就是我可能会把以前的老影片搬上来 让各位一桶分享 那YouTube的朋友就比较对不起啊 这个变形金刚第七集的玩具在台湾已经上架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心情 没有心情给大家做这一首的开箱 希望各位拖拖拖拖保寒 拖拖保寒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